今天天空作美本来因为天气预报说有强风来袭 可能感恩节的巨型气球无法起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向我们缓缓走过来的 宇航员Snoopy正在起飞了 过到两旁的民众站好位置 抬头看悬空的巨型气球 齐声欢呼 这个近距离跟星宜卡通接触的机会 是不少人一生必须有一次的体验 Snoo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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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夜晚坐了一车 我们在5.30 就是麦迪还不错 真的看到一个四层楼的还是挺震撼的 今年有五个新的巨型气球 包括宇航员版本的Snoopy 草菅泥声设计的爱飞向天空 卡通绿鸡蛋和火腿的经典造型 海绵宝宝和他的宠物蜗牛 以及美国国家森林局的吉祥物护灵熊 在长达2.5英里的游行路线中 有身穿梅西服饰的拉拉队员 提着大堆气球的小丑 还有26辆不同主题的花车穿梭在其中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感恩节 美国人休假一天 有人也表达了感谢上天的恩典与恩赐 感恩节过后 表示美国的协日季节正式拉开帷幕 新台人记者柯定婷 韩瑞 纽约报道